是像言语的爱上 大家好,我是林彦老师,今天我们上第九课。 今天是几号呢?十二号。 今天是周六哦! 今天我们学什么呢?老师想今天给大家教,关于人物,人称,这些八个名词。 八个名词,这样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可以用到的。 比如,在学校。 老师。 在学校是老师,学生,那么在工作的单位呢? 老板,上司,领导,他们是在公司里,企业里,在领导位置的。 而我们和其他一起工作的人呢? 我们是同事,就是一同做一件事。 老师,就叫同事,一起工作的人。 老师,老板。 上节课我说了,这个老是有尊重的意思。 老师,这个老是有尊重的意思。 老师,同事,同学。 老师,同学。 学习。 学习。 我们就是同学。 看,都有一个同字,相同的同。 在公司。 在公司,我们是老板,同事,一同做一件事情的人。 在学校,我们是老师,同学。 一同学习一件学问的人,同学。 看到了吗?同,同一样的。同学,同事。 老师,老板。 老,老,是一样的。 容易记住吧。 好,下面我们是在家里。 家庭中是什么呢? 男性总是第一位的。 对吗? 老公。 看,也有这个老字。 对应的呢? 老婆。 老婆。 像老师在家里的身份就是老婆。 都有一个老字哦。 这里的老可是一种笃定的意思,非常踏实的意思。 两个人在称呼对方的时候,是用这种名称来确定一种笃定的关系。 那么之后呢,有可能会有一个儿子。 之前我们学第一课学好字的时候。 一个女,一个子。 女就是老婆和女儿。 女子,所以儿子女儿组成了一个好字。 这就是一个四口之家。 啊,同学们看到了这里。 这是林燕老师的老公,老米。 给我画的一个小星星。 因为她早晨上班,非常早。 她怕吵醒我,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星星。 林燕老师的老公就是老米。 而林燕老师自己的身份,在家里就是老婆。 林燕老师还有一个女儿。 也非常非常的可爱。 当然,现在不能形容她可爱了。 应该形容她的儿子可爱。 她的儿子可爱。 这是我们在家庭关系中的名称。 好,今天我们学了八个名称哦。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 只要能给我们好的建议,给我们教导的人, 都应该是一个老师的身份。 三人行必由国师,总是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我们想要的积极的力量。 老板,就是在企业里,公司里做决定权的人,您的领导和上司。 而我们一起做事情的人,就是同事。 我们一起学习的人,就是同学。 我的同学张某某,我的同事李某某。 这个某某听起来不好听,但是她只带任何一种名称后面的省略。 然后呢,是老公,老婆,这是家庭关系里的名词哦。 好,如果你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位中国的女朋友,男朋友,我写一下吧。 女朋友,男朋友,然后结婚了,女朋友就变成了老婆。 明白了吗? 之后如果有了小孩,生了孩子,男孩子就是儿子,女孩子就是女儿。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八个名词。 好的,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认识人物的名称,最常用的名称。 好,之后老师会附上PPT的文字版的书名,以及朗诵一段优美的散文。 如果您对老师的课有什么好的建议,记得一定在评论区给老师留言啊。 好的,如果您对老师的课感兴趣,一定不要忘了在评论区的下方给老师点一个订阅。 好吗?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好,我们下节课再见。 差不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向东面走 大约七八公里后就到了河风叉的地方 那里的河水又宽又浅 流速很急 和中央握着一块又一块雪白的大石头 水流在石头缝隙间冲起团团浪花 一靠近河 哗啦啦的水声就猛地漫过了头顶 自言自语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你是风里化作风雨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